一名美国加州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日前不幸遭遇车祸身亡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在18号证实 这起车祸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五,就是15号下午1点左右 当天一名查普曼大学,就是Chamman University的学生 和三名南加州大学的学生组成的试影团队 前往这个帝王沙丘游乐区,就是Imperials and Dunes Restriction Era拍摄 取景 他们乘坐的越野车是由其中的一名南加州大学学生驾驶 在开上一座大沙丘顶端的时候发生翻车 29岁的查普曼大学学生不幸身亡 其他三人幸运于难 据了解,车上的其他三名学生,就是幸存者,也是中国留学生 他们都就读于南加州大学,就是USC的电影专业 在后来查普曼大学的稻奇电影与梅基艺艺术学院院长证实 在车祸中身亡的是他们学院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叫王鹏 他就读于研究生三年级 这个学期就要毕业了,王鹏是一名出色的摄影师 他剩下参与了多部电影和短片的拍摄,深受朋友们的喜爱 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院长都表示 死者是加州河道市的居民 在南加大电影艺术学院的一个影片团队里担任摄影师 学院正在调查这个事故的起因 据加州高速公路巡警CHP的对外称 他说没有仅项表明车祸是由于超速、酒精或者药物导致的 越野车爬上沙丘的顶端的时候发生了翻滚 除了死者之外,其他人都寄了安全带 这名学生在翻车中受了致命伤 不过也有人表示他们不认同这种说法 他们说我们还在等着官方的事故报告和定则 目前不确定事故发生的时候 这个王鹏是不是没记安全带 那这个联邦内政部的土地管理局的公共事务官员 叫Kate Miyamoto说 这起事故发生在Osmoni的观景台附近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卫星图像上 这是一个就是很受这个越野车爱好者欢迎的这个沙丘区域 他说BLM颁发电影的许可证 但不确定学生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是否正在拍摄 或者他们是否有这个许可证 目前这个案件还正在调查中 可能有朋友好奇 为什么这几位电影专业的学生要来这个沙漠呢 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你要是不喜欢 可能会这么想 全是沙子 有啥意思对吧 有啥值得看的 但是如果你是房车啊 这个或者越野车摩托车的爱好者 那你就来对地方了 地王沙丘啊 它位于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东南部 是加州啊最大的这个沙丘群 这个沙丘系统啊 是由古老的卡维拉湖的风沙呢 形成的 平均宽度呢 大概五英里啊 绵延大概四十多英里 沙丘呢 经常在能能埋延 就是它的高度啊 能到这地面上的三百英尺 在播出程度上啊 出事事故的这几位华人学生呢 也可以说呢 是来朝圣的 因为这里边啊 经常拍摄大片 包括像星球大战 蝎子王 还有这个阿拉伯的劳伦斯啊 等著名的电影呢 都在这拍摄过这个沙漠镜头 帝国沙丘休闲区啊 这个房车和这个越野车的爱好者呢 把它称为Glamis 它是美国最大的 沙丘非公路车辆休闲区 如果你在北美啊 玩房车或者越野车 那很有可能你来过这里 那么因为在这里啊 视线索及之数呢 全是金色的沙子 通过这个越野车 完全释放你雪中的这种冒险精神 可以说是很多人的最爱啊 所以呢 无论你是在寻找那种 令人惊叹的那种冒险 还是独于无二的这种风景呢 包括找到一丝的宁静和孤独呢 Glamis呢 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那么现在呢 美国已经彻底放开了 不存在疫情的影响 所以呢 来这里周末玩的人很多啊 提前呢 网上订票的话 大概是35美元一张啊 现场买票呢 要50美元啊 在这儿呢 你可以现场租到越野摩托车 越野车 甚至房车 甚至包括直升飞机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那如果你自己开车来啊 一定要加满水和油 第一呢 是现场加水是非常贵的 包括这个灰水箱的处理 第二个呢 有网友啊 在著名的这个旅游网站 就Tradiviser上抱怨啊 他说他在现场 加的油呢 质量不好 把汽车发动机都给炸了 那就像这个我们啊 在任何这个热门景点玩一样 你消费钱呢 一定要问好价格 那么在过去啊 中国留学生啊 因为没有系安全带 发生车祸死亡的这个惨案 是有发生的 今年初呢 也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 特别希望的 所有的华人在外边都要注意安全 开车的时候坐车呀 都要系好安全带 好的 关于华人刘卫生在美国车祸身亡的这个故事 和大家聊到这儿 谢谢您的观看 大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